哈嘍各位 好久沒有討論會了 今天我們來屏東 酒爐王爺奶奶回娘家 但是今天是正月十五 今天這場遶境算是尋南燈 尋鳳燈 王爺奶奶回娘家之後又回到了酒爐這邊 要來尋順 尋南丁尋鳳燈 要照顧他的這些子民們 所以這場遶境的意義是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來到了酒爐 這邊又特別是東寧村 就是東寧清水祖書宮 那個普通三公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會去拜訪一下 首先這是我老婆訂做的 多少錢他沒跟我講 有了 有了 好精緻喔 很有朝氣喔 就這樣子 新的一年 多多照顧 GO 好來了 我們已經到屏東酒爐 這也是東寧村 他已經開始聽到泡聲了 鎮頭應該在附近 他們今天有帶伴手禮 五百金狗 你知道我開店嗎 有人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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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人在耶 他們好像出去迎人齁 那我就自己來啦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 它這個租行駅和情緒周書 一開始我們先來到這邊 這是整段故事的起源 屏東的凌落 這邊就是王爺奶奶的故鄉 他真人真事真的有這個人 叫做徐秀桃 是真的一位女子 他當時他在這邊洗衣服 王爺奶奶的定情處 他這條河 變得有點臭水溝 當時王爺奶奶就在這邊洗衣服 然後剛好看到一位高大帥氣的 白馬王子從那邊經過 他內心都想說 哇 嫁給這個人幹的多好 然後過一下下突然飄來一個木盒子 據說裡面有一隻戒指 跟一個類似法式的東西 他就帶了上去 就非常的適合 回去之後 開始招失目想 一直想念著那位男子 這時候他們家人覺得 這樣也不對 這樣也不行 當時只能問神明 就去請教這個神明 然後神明跟他說 屏東九爐的這個王爺公 三三國王的大王 要娶他為妻 那家人當然那時候想一定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 對不對 然後過沒多久 王爺奶奶奶真的就離奇的過世了 之後托夢回來跟他的家人說 他真的嫁給九爐的大王 三三國王的大王 這是真的是一個真人真事的人與神的一個 給美愛情故事 當時那個時空背景其實也有點尷尬 兩三過台灣 台灣那個時候常常會有一些種族上的鬥爭 啊屏東凌落跟這個屏東九爐 也剛好也是一個客家跟閩南之間的鬥爭 也因為王爺奶奶跟大王也結婚 反而把這個仇恨變成了親家 所以彼此變成親家關係 有時候說九爐人要叫凌落人叫阿姑 也因為這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化解了這個種族上的這個恩怨 然後變成親家 距離那個王爺奶的定情處附近不遠 有個這個正成宮廟 這裡就是王爺奶奶回娘家的據點 啊他王爺奶的家就在那邊 我們去看一下 這已經變成觀光景點了 哇 就真的像是一戶民家這樣子 就在這裡 這是當時那個王爺奶奶 他叫做徐秀桃 這是他的家 啊 有一次他託夢說他回到這邊沒有地方住 然後就幫他蓋了一些廟 好 這就是王爺奶奶的廟 可以看到這裡面還有兩張椅子 就是王爺跟我們王爺奶奶的神像 好 時候不早了 我們回去看他們落盡的隊伍 哇 人家愛家愛戶都有傳按著 好傳統啊 好喜歡這種味道 超強同過 找了找了 賴 ED 帥帥帥 onas Ouais 雷 哎呦 哦 在哪位 嘿 你看我們王爺奶奶叫 超華麗 哇你看我們王爺奶奶 裡面還算白花花的鈔票耶 走 我看看啊 我超怕他把他咬起來 那你不看我 被打槍了 我被打槍了 你怎麼豪爺說他帥氣 塞喔 塞喔 要給我糖果了沒 終於要了 可以了齁 一個就好了啦 謝謝謝謝 相傳啦 我幫你奶奶最喜歡小孩子了 他這次出來 有很大的目的 也是出來看看這些小孩子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掉那個 南孫燈 有沒有看到剛剛那個南孫燈的燈喔 當時他們有生這個南孫 南孫的 有跟廟裡做登機 還有那個南孫燈 然後王爺奶奶回娘家 回來之後就會開始初旋 然後來巡視一下 當初這些小孩子們 王爺奶奶來看妹妹 嗨 嗨 你怎麼回事 沒辦法看 看前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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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奶奶奶超級的 到外面來呢 你那個老頭 還能吃喝滾 就需要吃喝 謝謝 謝謝 好 哇 夜間模式 漂亮漂亮漂亮 等一下 風鬼剛才我要做聽過了 呵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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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